戴着口罩双手插口袋 态度不耐烦 前位董事长练台声 20号被列为被告 100万元交保后传 只是如此重大案件 竟是隔了26天 才传唤董事长 议员破文猛酸 说该串的供也串完了 白字黑底相当讽刺 罗自祥表示 北检给了26天空窗期 才传唤练台声 很不寻常 因为他完全有时间去串供 推给部署 暗中出宫是法界尝试 26天的准备 就不知道北检 还能查出什么真实 面对外界追问 伸手推镜头拒绝回应 在庭上也把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在两个小时停讯中 电台声有问必答 对于整起事件 表示相当遗憾 至于消防社被管理 他声称不知情 一切都是下属处理 如果家属达成和解 会尽快告知 我们刑事案件 着重暗中出宫 而炼董是在暗八后26天 才予以传唤说明 他的说法或他的说辞 是否还能可信 这点不无疑问 那再者 炼董所涉及的是 消防法35条的一个重罪金 再加上炼董的身价上益 如果现在是予以100万元交保 似乎对于炼董来讲 弃保潜逃的可能性 是相当高的 炼材生贵为前贵董事长 对于人为书是害命 究竟是否知情受益得厘清 但隔26天才传唤 就怕该处理的都处理了 离真实面已经有一大段距离 而且过失至死 最重裁判刑五年 恐怕不足以平息 六个家庭的怒火 记得台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